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可惜没办法到现场跟大家见面 什么许光瀚去当兵了 好的我知道你各位许太太心中的画面是 不过人家是希望 许光瀚势头震望之际入伍 一举一动都成为焦点 虽说是当兵 但许光瀚只需要在成功里 接受16天的基础训练就可以节训 接下来就是从事替代衣服务 本刊直集有人特地为他举办节训派对 9月7日许光瀚离营后隔天 本刊直集有人为他在餐厅举办包场派对庆祝 呼应主题 Jazz Code 军绿色上衣和黑色短裤 而餐厅也特地拉下铁门 据悉这是经纪公司特地举办的派对 当天与会也都是公司的亲友 有大人与小孩 除了庆祝许光瀚节训 也为了他这几年拼命工作为保整家公司 不过为保护隐私 据悉店里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下令 不准拿出手机 不让现场照片曝光 聚会直至凌晨一点 许光瀚送了门口记者一分大礼 两个许光瀚 替身使者身着他的装扮从大门口走出 让记者跟错人 改换一套衣服的他 竟悄悄的变装从后门离开 可见这些年对爆红的不适应 已经让他学习到准备应变措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蛮低调的这样 因为他都帽子压很低这样 同一集的 拍隔壁队 就是大家都想要看他在哪里 9月8号许光瀚回营 后到了9月13日 才会播交服刑单位到南投中心新村 公益大使团服务 据有人透露许光瀚蛮开心的 能暂时放下明星身份 毕竟多年忙碌 且极度保护隐私的他 难得有回归民间的空档 只是许光瀚从军真的就很难低调 才刚当了几天大投兵 就被爆出了三大特权 而这些谣言 当然被内政部驳斥啊 强调一视同仁 也有同请室友透露 许光瀚上课认真 虽然折棉被折文杖等内务从未加过分 但他再替代一支歌 比赛拿下第三名 另外他曾被林兵在网络上透露 许光瀚实量很好 但为低调都步步第二轮主菜 军中展观也称赞他低调认真 表现良好除了可提早放假外 还有到福利社购买零食的小小奖励 他也取得初级救护技术员证照 连他福利单位所在地的南投县 都想邀请他担任观光大使 除了当兵时的动向令人关注外 许光瀚退伍后的规划更令粉丝好奇 一开始想当歌手的他 藉由想建立走红成为走入国际的明星 财源梦发行首张专辑 还入位金曲奖最佳新人 留工作人员透露 徐光瀚还想再发第二张 但他戏约太满了忙不过来 啊!而且他们还说徐光瀚真的很爱唱 杀星九去KTV叙托 现场的抢玛尔王 绝对属徐光瀚莫属